我天 怎么不知不觉的 就在凳子上睡着了 大炮 大炮回来了吗 哎 天既然都这么亮了 得抓紧把大炮找回来才行 肚子好饿 去仓库里面拿点食物 凑合垫一垫吧 哦对了 仓库里面还有一些游泳装备 希望可以帮助我尽快地找到大炮 两个甜菜根 嗯 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把装备找出来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找到它 要不然再失踪一天 肯定风险会更大的 哎 大炮还真的是命苦 我找到了杨基平 还有齐 出发 哎 是电话 难道工人回我了 喂喂喂 有人在吗 在在在 我在 是辉哥吗 我这里刚刚显示出你发来的信号 怎么回事 明明从昨晚就开始联系你了 啊不可能啊 有什么事情吗 对 先不跟你说这个了 你们的站长现在遇见了危险 所以需要你的帮助 啊怎么回事 他失踪了 过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线索 至于具体的情况 我以后再跟你说吧 所以公认 你可以定位到他现在的位置吗 辉哥 可以是可以 不过需要一天的时间 一天 那可不行 没有那么多时间 怎么办 辉哥 我肯定会尽全力定位到站长 你也一定要帮忙营救我 那好 就先这样吧 我突然想到了其他的办法 或许有效 好 我现在马上去做 哦 不知道工人那里能不能行 没办法 只能先试一试我的了 来 开干 呃 我这是在哪 哎呦 好疼啊 怎么回事 我只好拿出了所有的木头 搭建出一个非常高的梯子 或许我站在上面 就可以看见它 虽然不知道这个办法 有没有效果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是唯一可以让我 把这附近所有的地方 看清楚的方法 我得加把这 在哪 大炮在哪 没有啊 哎 等等 那是 好像有一个小黑影 不行 眼睛都要快花了 应该就是大炮 竟然在海里面 我得赶紧过去 好像它的附近 还有条鲨鱼 该死 等着 我来了 救我 辉哥 哦 就在前面 再快一点 快一点 是大炮 大炮 这该死的鲨鱼 大炮 呃 我天 不妙 大炮的命要紧 得赶快回到木筏上 你热鲨鱼 等着 下次绝对把你皮给剥了 大炮大炮 快醒醒 哦 不行 得让大炮睡到我的床上 这样身体会恢复得更快一些 大炮大炮 你没事吧 没事 辉哥 这就有点累 我想睡一会儿 大炮 你可不能睡着呀 飞行员还没有找到呢 怎么可能就这么放弃 我天 没有反应 快 拿凉水浇一下 啥 啥情况 啥情况 辉哥 怎么全是水啊 大炮 原来你 辉哥 我是真的困了 所以才想睡一会儿的 这不我才刚刚进入梦境 就被你给拽出来了 抱歉 大炮 昨天你失手掉落悬崖 我在海里找了好久 要没有任何的发现 辉哥 在那之后 我就被一阵巨大的海量给冲走了 然后 想不起来了 啊 大炮 那你就先休息吧 我去弄点粮食过来 好 辉哥 哎 看大炮的样子 真的是太疲劳了 我得补补大炮的身子 对 正好这里还有块鲨鱼肉 一看到我就有点生气 到时候一定要把那鲨鱼给宰了 哦 转眼间 天都这么黑了 大炮大炮 你闻闻 这是什么味道 哎 没反应 难道还没有睡醒吗 哇 大炮 怎么 嗯 嗯 辉哥 主要是我饿了 想吃东西 好好好 大炮 赶紧拿去吧 辉哥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哦 好冷啊 冷 说来也是 在海里面泡了一天一夜 肯定也是冻到了 等着大炮 我都往这里放几个火吧 这样晚上睡觉 肯定会暖和一些 嗯 就在这里 搞定了 大炮 怎么样 谢谢辉哥 我感觉好多了 好大炮 你的身体还很虚弱 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好 哎 我也该去休息了 小炮 你想吃吗 大炮 你 可以 血 在